来开箱喽 这盒子还挺有仪式感的 里面有一块绒布 这是我那块木头变的吗 我的天呐 雅光的 哇手感好好啊 摸起来就像在摸婴儿的屁股一样 哇这是什么神仙 剥光玲玲的 真的很像金丝楠木 你们看它上面有这种一条一条的那种 纹路立体的纹路 但实际上它的表面是光滑的 它这个纹路是在里面的 打开来看看 哇 这个颜色也太美了吧 这简直就是夕阳西下呀 看这个地方也是有那种波光玲玲的反光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盒子的由来吧 我自己本来就比较喜欢各种木头的珠子啊 纹碗啊什么的 然后我知道有一种木料叫做稳定木 它本身是密度比较低的一些不值钱的木头 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把这个颜色给它注入到那个木头里面 它们放颜色是随机的出来的颜色花纹它是没有规律的 我平时喜欢在网上淘 如果有一些颜色我喜欢我就会买下来 这个是我那天淘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个 我觉得哇它的这个花纹和颜色就很像那种水面上的夕阳导影的感觉 这个就很像一个太阳这些就像旁边的彩虾 而且它尺寸又比较大 一般稳定木的尺寸都会比较小一些 这个就算比较大的了 然后呢我就找到这家店 因为以前我在他们家店里面买过这一款水彩盒子嘛 也有很多我的粉丝跟我一起团购了这一款 这一款也是非常的好 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以前的视频啊 那他们就是有很多自己原创的盒子 所以我就找他们老板帮我定制了这个盒子 我自己随便画了一个草图给老板 然后把这块木料寄给他 然后一步一步的就做了出来 放颜料的格子呢是椭圆形的 之前买的都是圆形的 椭圆形会更特别一些 那这里有一个笔草 而且这一次我盒子拿到手上 就马上感觉到不一样 因为上一次他们这一款发给我的时候呢 我还有看到他们的漆面不是很平整 你看这些 他们那个时候的上漆的工艺跟今天是不一样 然后你看这里也有一点 然后像这里也能看到漆有那种小气泡的感觉 这个凤凤这里也是能看到那种油漆堆积在那条 风形成小气泡的感觉 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我就问他们老板 他们老板说他们升级了他们的那个土漆的工艺 真的是很不一样 就是完全的每一个小洞洞啊 都是非常光滑的漆面 而且像这些 而且像这些边缘呢 这些缝隙啊 就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漆堆积在那里的 真的是好光滑 他们费了很多心思去升级他们的工艺 而且这一款是自带非常高级的哑光的感觉啊 你看你们感受一下 这个是他原来那一款的漆面 然后再感受一下现在这一款漆面 就是非常非常光滑了 把他们当下来的浆面 都是非常光滑 谢谢观看